欸這次收到這個沙哈老闆的委託啊 主要是說他想為他這個遊戲啊留一個紀念 喔非常難得喔 這隻帳號有一個特色是什麼勒 他現在還是一手帳號啊 台服目前頂客裡面一手帳號 估計剩沒幾隻啊 這是其中一隻 好真的真的剩沒幾隻 應該五隻手指頭數得出來 頂客帳號現在是金便的 估計五隻左右 好估計五隻左右 這是其中一隻 還有無力制裁嗎 跟金考 金考那隻也是 好也是一手帳號 好也是金便 豬豬算第一手頂金便嘛 豬豬也不是第一手啊 豬豬有前任啊 前任是小鐵啊 對啊 所以豬豬頂個屁啊 臭 連經濟都沒有頂個藍 繞個支配塔好了 我覺得繞支配塔還是變變怪比較好 變變怪 變怪跑比較快啊 台服覺醒變怪 目前沒幾隻啊 真的沒幾隻 三隻手指頭數得出來啊 台服的覺醒變怪 沒幾隻啊 其實就三隻啊 拿三隻自己去想 這隻騎中一隻 機體導覽的部分 看一下機體喔 覺醒木乃伊王冠 加8皮夾克 加7尖甲 加5黑豹皮 主要是 大地旅程激怒啦 前幾天弄出來的 所以這隻角色 目前台服總共有幾把金武的 有人知道嗎 來跟你講幾把金武算給你聽 金小蘭1把 加1把 風中1把 2把 BA1把 3把 雷咪1把 4把 還有 北海萬靈 5把 小豬 老闆 6把 殺生丸 目前2把 第三把快出來了 所以這樣是8把 然後這一隻是 第9把 猩猩 10把 一共是10把 10把金武 一共是10把金武 冰天的已經過給雷咪了 所以冰天我就沒算了 冰天已經過給雷咪了 所以都是頂級的直裝喔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狀態吧 這應該是目前的最高狀態 我看一下喔 有沒有吃袋子有 目前看起來 員工21303啦 這是攻擊跟命中 加戰鬥捲214啦 我就不 不再吃了 你下午220單捲 還是怎樣 排擠我是不是不喜歡我 220怎麼弄的 我看一下他的裝備有什麼能弄的 應該是娃娃啦 我知道了 娃娃啦 娃娃你換個冰女嗎 How much 219 220 220 220我也可以啊 月之斯蒂安 登登 好 攻擊力 224 好 你下午高了吧 224啦 死撐活撐把他撐到20 所以攻擊力 這面盤 還是蠻舒服的 虎石的部分是 加4跟加3的 加4跟加3的 這次的紙片我剛才說過了 14隻吧 12345678 910 11 12 13 14 15隻 就差這幾隻啦 然後娃娃的部分 也是一樣喔 雙精瓦喔 雙精瓦 那台服目前有雙精瓦的 應該就是這一隻跟冰天而已啦 他的守護星 差中間這條 這條基本上 我覺得 對妖精來說算是比較吃藥的 然後這個 這個昏迷命中加5也開出來了 差這兩個 他的那個守護星基本上也是快 全部 6條全部開滿了 收藏的部分喔 8176啊 這個收藏 8176 也是非常的頂 看一下文樣 一樣6圈喔 1圈 2接啊 2圈啊 2圈接2接 紅的接2接 然後黃的也是接2接啊 2接 好也是2接喔 然後這個解滿 所以一樣是6圈滿啦 我們去拉弄實測一下 這個傷害大概是怎麼樣 看一下輸出啊 哇幹 這麼多人在打我 這個東西我連衝衣都有點不想用啊 直接射死 直接射死 看到嗎 直接射死 直接射死 就是輸出就是這樣 輸出就是這樣 大概2件就死了 連衝衣都不想 這個是怪 這不是人 就這樣啊 直接射死啊 直接就是陸飛製造器啊 2件喔 有看到嗎 2件直接射死 10遍啊 這個直接 欸2件射死 大概就是這個程度 這 這也就是紫便吧 這個煞氣小弟 不好意思 死捏 跑死了 就這樣 速度大概是這樣 速度大概是這樣 就大概2件啊 一瞬間的事情 1秒 0.5秒死一隻 0.5秒死一隻 就這樣啊 速度大概是這樣 死了 屠龍者 死了 死便啊 死了 還飛走 來不及飛走就死了 來不及飛走就死了 就這樣喔 輸出大概就是 這麼恐怖啊 因為你基本上有這隻角色 你要單殺人 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死了 護飛製造器啊 清得很快 這就是這隻角色 目前的實力喔 實力就在這裡啊 很恐怖的 喔 死了 都是秒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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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豬豬現在有種上次貝塔 我一樣秒殺他 叫豬豬給我出來 上次貝塔 一樣秒殺他 哇靠 現在是要幹嘛 10.18 喔喔喔 胡迪星星已經轉 轉騎士啦 真的轉騎士啦 我以為你們在開玩笑 他前幾天還說著大話說 他不想轉 現在就轉騎士啦 星星轉騎士 其實他的坦度是下降的 但是搶的地方是說他的輸出提升了 所以星星那一隻喔 他其實轉騎士是提升他的輸出啊 降低他的 抗擊力 所以就坦克的角度來說 星星那一隻是變比較軟 但是就輸出來說 星星那一隻變痛了 差別在這裡 這是騎士改版大幅提升騎士的輸出啊 騎士就變坦了 我還在lag 欸 其實不是 騎士有變坦 但是還是狂戰比較坦 就這樣 這是比較緊 比較緊好不好 我沒有說騎士沒變坦 但是狂戰還是比較坦 欸 幹殺小 冷靜啊 冷靜啊 他是這樣跟我炫耀他的衝運命中啊 他這樣跟我炫耀他的衝運命中啊 這隻跟小豬老闆對撞誰的一面大 我跟你講 這隻的優勢在哪裡 這隻的優勢在說他已經上90等了 他90等跟89等的差距是說 我多一個金箭子 所以你說勝率的話 這隻跟小豬老闆打誰的勝率高喔 我覺得應該是 這隻會燒高一點 這隻可能會燒高一點 而且你要知道沙哈是有精靈王的 小豬老闆那一隻我記得沒有精靈王 差一個經濟跟等級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隻就 現在有進攻的情況 應該是啦 就機體來判斷啦 應該是這一隻的 這隻的勝率會略高 我記得小豬老闆那一隻的 文樣好像解鎖的再多一些 所以就文樣跟這個 邏輯差距來說 我覺得 沙哈應該是勝率會比較高 但是 小豬老闆也是蠻有機會會贏的 因為妖精打就是說 誰先上到誰精準嘛 那誰先上到誰充運嘛 那勝算就高 兩隻都是頂腰的情況 所以先背精準的會輸啦 先背精準的會輸 這一隻跟錢國富比較強 應該是錢國富略勝一筒 應該是錢國富略勝一筒 不過我說真的啦 各有勝算啦 各有勝算 這隻多少錢 這也是千萬機體 這也是千萬機體 一千萬 一千萬以上 你自己想 金變加變怪 地龍加水龍就四金了 就四金了 就四金了 那基本上數值比那差的角色都賣到一千萬了 這一隻不可能 沒有一千萬 就是也是一隻千萬機體 這一組跟雷咪小丸那組打哪組一面打喔 雷咪小丸只有兩隻金 然後這一組是 我覺得喔 我覺得這一組 這一組一面打 這一組一面打 因為這一組雙法 而且雙法都是很硬的 很硬的法師 法師只要不被打掉 基本上這兩隻不會死 就可以把他們關下去 雷咪小丸那一組跟這一組打 差距不是在這兩隻阿 差距是在法師阿 這一組的法師太強了 兩隻台服最頂尖的法師 都在這一組 數一數二的法師都在這一組 所以差距是差在法師 雷咪小丸跟沙拉跟龍叛寶都是很強的輸出 但是差距其實是在法師 因為這邊的法師比較難被清掉 另外一隊的法師 比較容易被清掉 那就導致這兩隻有機會先把對方的法師灌掉 灌掉之後 那剩下的就是把其他人一個一個打下去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是法師差距阿 到博士數數數 數數小丸跟雷咪那兩隻不會輸這兩隻阿 因為都是那種超級爆發型的人 另外一隊法師可以再提升記憶體嗎 因為另外一隊其實有一隻法師是雷咪自己的法師 他同時養兩隻其實是很辛苦的 已經很厲害了 你要再加提升機體我餘心不忍阿 但是如果把那隻法師換成真的硬了我的法師 那就不一樣了 那就不一樣了 這就是操作者的問題 我的法師的操作可能又更優秀一點 大家好我是林無聰爺爺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請按下訂閱分享小鈴鐺 喜歡按喜歡不喜歡按不喜歡 如果有話想對我說的話也可以下方留言喔 我都會看 應該把他喝喝啵啵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